季银河昨晚就上线了 小鹿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见最美玉妖师 只是奈何没有时间 非常想试怎样收复这位英俊帅气的娇人常译 看过的小伙伴们欢迎留言哦 小鹿看预告片里面的两人也持续发糖 顿时觉得季银河率爆了 长翼则是窝在季银河身边的根屁虫 而且教人长一刚上岸时就被热巴吃豆腐了 热巴还一脸坏笑 感觉就像是国超遇上了女色狼 具体情况怎样那就需要你们自己看了 虽然术与君初相识阵容很强大 但是前段时间热巴新剧开拍 阵容相对这部剧来看强的不只是一个档次 而且热巴也解锁全新的角色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马上来看看吧 事情是这样的 中国首部以女公宿人为题材的电视剧公宿精英 在成都影视归谱开机 对于这部剧的主演 一开始还众说纷纭的 最终在开机现场也看见了出席的主演们 他们分别是迪丽热巴 佟大为高欣 尤静如 都是清一色的老熟人了 而且这还是央视重头剧 这就知道为什么小鹿说这部剧非同反响了吧 据悉该记根据新型网络犯罪真实案例改编 聚焦跨国网络诈骗 网络赌博 网络色情直播 网络暴力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社会热点案件 司法题材在录制虽然不常见 但是在韩国却是随处可见 几乎每一部都是高口碑 而且触目惊心的案件诠释 同样也是触动人心的 虽然录制不常见 但也不是没有的 这其中以人民检察官和你好检察官叫出名 结合了青春职场 励志等创作元素 所以收获了各个阶层人士的喜爱 通过刻画青年检察官群像和剖析 真实社会案件双管旗下 仅联动检察机关 力政大位等法学界权威代表 还构建了创意普法线 在多个平台掀起热议浪潮 今天收到的这部剧公诉精英 也同样如此 除了透露将在线以安妮为代表的一线检察官 坚持公平正义 克服新型网络犯罪追正男 取正男 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 不惧流血新生的精神 从提前介入调查 一起大学生失踪案入手 和同事们团结协作 充分发挥各项检察职能 精准查找案件线索 精准锁定犯罪证据 精准指控犯罪事实 进而成功办理了网络塑情直播 网络赌博 网络诈骗等 一系列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网络犯罪案 虽然说热巴的资历不算太深 但是有老戏骨 佟大为出任男主角的位置 肯定会配合无减 再加上本次 迪丽热巴将首次挑战女检察官 也算是解锁了 演艺生涯里的全新角色 对迪丽热巴来说 无疑是一次全新的角色挑战和经历 这也让网友更加期待迪丽热巴的演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